3 2 1 嗨 大家好 我是黑迪 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火锅跟肉的人 然后最近因为疫情嘛 所以很多LA的火锅店都不开门 然后前几天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切肉机 所以我就立刻下来把它买下来 看一下我能不能在家就能实现肉片自由 好 我现在把它给变出来 3 2 1 想不到这么大 这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 不知道会不会很占的地方 好了就是这台机器了 看一下我要怎么操作它呢 它这个好像应该是要把肉放在这边 它应该是哪个冲着我 就是这边冲着我 它这边有一个button 就是它可以这里调节它的快慢吧 应该它是自动的 所以我只要把肉放在上面 它就可以自己给它切成片了 应该是这样吧 对了等等 在开始之前我要先召唤一个我的小伙伴 准备3 2 1 好了 那它呢它是我身边就是最懂吃的 因为它是LA陈拉号的老板总台 专业实神 给你加特效 然后我想就是邀请你来 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测评一下 这个机器到底好不好用 好啊 你们火锅店应该用的不是这种吗 你找我来是当托的 不是 我觉得真的只是 我们店里用的比这个比较大 这个是一个半自动的 它是一个半自动的 它是半自动的 对小型家庭用 所以我还是得操作呗 对 我们就是把肉放在这边 小心 没关系 放在这边 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调刻度 在这 在这 在这边啊 调刻度的 就是我们可以调肉的薄厚 是用它来调 然后 我懂它的原理了 就是肉放在这 对 然后推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刻度调好了 我如果洗完是厚一点的 那就可以把它调厚一点 好好 我先上肉 好 那我准备了三种肉 这个猪肉 羊肉 还有这个像 长得像牛舌 但它不是牛舌的牛肉 牛里脊 牛里脊 但它这个形状真的长得很像 牛舌 很像个舌头 我先来切一下这个猪肉吧 试一下它好不好切 它还是带皮的呢 这个我应该放哪啊 这么放吗 翻过来 翻过来 这样 但是这样 这样 太大了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应该把它切一下 好 那我再去拿菜板 所以 就是为了配合它这个size 我们得 改一下刀 然后从中间切好 哎呀 这个怎么这么难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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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来吧 OK 来 把你装上啊 这个让我试一下 我感受一下 这个 这个size合适吗 它带皮的 对啊 带皮的很难切 好 好 那我啊 我开始了 手手一顿小心啊 手千万不要碰它的刀 不要碰它的刀 不要碰它的刀 不要碰刀片 那我就这么推一呗 对对对 好开始了 好 好紧张 啊 它真的转了耶 那我要摸哪吗 就推啊 哎我拿个盘子在这接着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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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切得很薄哎 但是它 会不会太小了 好厚了 OK 哇 出来了出来了 好薄 那我们要不要切一个厚一点呢 感觉它切出来这个肉 太小了 太小了 对对对 感觉不够塞牙缝 你这个也没钉紧呢 哦不够紧吗 是因为 不够紧 用钉紧的 钉紧的把它挑厚一点 来试一下 哇 专业的果然不一样 这这这跟我切的好了 有点 有点 有点对比啊 哇这个 很快耶切的 啊对很快 所以这样子切出来就是 平时我们看到的 卖的五花肉呗 对 有皮 带皮的五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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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可以做回锅肉 对啊我们 我们在家里做回锅肉 就是这样 比它要薄嘛 但是它皮它切不动 哦皮切不动 切不动 那所以切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皮给去 提前把皮去掉 或者我们在超市里 买那种精五花 就是不带皮的 哦 好 那这个猪肉试完 我们试一下这个吧 哇 切的薄度还是还是很好的 是吗 嗯 试下这个牛肉吧 长得像牛舌的牛 这种牛肉我们要动一下 要动 要动 为什么 因为太软了 切切不动 哦 所以一定要动上 那我先放平常动 要提前做 要把我们把它卷成一个圆形的 那那你来教我吧 我不会 就为了为了让它放进这个袋子里 对对对 ok 要给这个肉做做个速身 速形 可以装在里面啊 还是大小刚刚刚好 对 看它就吃着很好 是啊 好 这个小切呢也不要浪费 对我们也可以放在里面 哦 也可以放进去 对对对对 但是它不是一块肉 它会冻在一起的 哦 把它塞满就好了 感觉跟装香肠一样 对 哇你这个手法好专业啊 好 把它冻一下 ok 那 那我们接下来试下这个吧 哦这个是冻过的 对这个是冻过的 冻过的 所以它冻完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变成圆的了 哇 这是我们这个看起来 嗯 试一下嘛 嗯 大家一定小心这边的刺 哦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推的时候用什么样推起来 我来摆个盘吧 它为什么不卷啊 为什么不能像那个火锅里面卖的那种是卷的 是因为它不够冻吗 够冻 但是它不够大 它这个位置小 如果位置位置大的话出来 它会是卷的 哦 也是这样 翻肉的时候 应该把机器先关掉 第一个第一步一定是安全问题 对吧 先把它的电源关掉 然后把这个肉渣它才会掐刀片 把它简单清理一下 那我们刚刚就已经把冻好的羊肉切完了 那切出来的效果就是 就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嗯 怎么说呢 感觉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用 我以为切出来会是那种就是特别卷 然后就跟火锅店里面卖的那种卷起来的肉一样 但没想到就是参差不齐吧 然后它会 平时会卡很多肉末卡在这边 这个卡肉末是正常的 它不打卷 而是因为它刀素不够 哦 所以它转的不够快 是吗 刀素不够快 所以它它不会卷 然后而且还有缺点呢 就是我们按住它的时候 一用力 它就会压下来了 这边就压下来了之后呢 它就会比较厚 切不出来那种薄的效果 怪不得 嗯 好吧 其实我买的时候我也是做了一定功课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切肉片机 它有分自动的 我觉得是自动的 自动的手动的 还有商用的 就像你们平时用人商用 那所以我只能在自动跟手动里面选 那我为什么要选自动 就是因为我懒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家用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用手动的 因为如果你去挑一个切肉机的话 如果它是自动的 你要看它的刀片够不够好 然后还要看它的这个机器 就是这个电动机够不够好 但如果你去挑一个手动的话 你就不用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因为如果这个电动机它用长时间 然后发热啊 这个电动机坏了的话 那相对于这个机器就废了 但如果是手动的话 它就像一个材质刀一样 它是不会根据这个什么电动机坏了而影响的 所以我可能会之后再去入手一台手动的 手动的切片机 那以上就是这款切肉机的分享 希望我们这次测评能给大家做一个选购的参考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更推荐手动切肉机一点 就是涮火锅烤肉的时候 大家可以买一个在家里面切成片 然后这样比较方便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自动切肉机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Amazon上搜 Amazon上都有的 然后这个这款最近是在打折了 我还是会把这一款的链接放在这支视频的底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购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有时候推荐这些折扣的好物 它可能是有时效性的 有可能是这一周 也有可能是这几天在打折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